Hello 大家好 我是在泰国曼谷教授的董董 关注我带你了解新鲜有趣的泰国 我现在是在泰国的曼谷 我在曼谷的市中心千罗广场这一边 那今天董董带大家来逛一逛千罗广场的商场吧 那千罗广场它分为千罗百利宫 千罗center 还有就是我身后的千罗discovery 就是它由三个商场组成的一个千罗广场商圈 那这个是在最角落边上的 然后旁边就是有个非常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千罗天桥 那上面这种很有年轻的这种氧气的这种蘑菇头一样的东西 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上面呢就是轻轨啊 上面就是轻轨 那我身后呢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呢 算得上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商城在曼谷 那如果你来过这边旅游的话 你应该来过 那今天董董就带大家去逛一逛 看一看里面是什么情况吧 那在这样的一个商场里的消费水平怎么样呢 我们进去一起看一看吧 我们看这个就是轻轨了 还挺有特色的这样开过去很有感觉 然后这里有一个千罗广场是一个中心站嘛 它还有一个分线 所以说这边轻轨来来往往还是挺多的 你看上面又有两大边开过来 还是挺不错的这种感觉看起来 那我现在已经走进来了 安检了之后 然后一走进来之后呢 就这个商场还是蛮香的啊 就是有那种香薰啊 什么样的味道 有香水的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商场也是比较干净的 其实在曼谷的商场都很干净 逛起来很舒服 然后它的设计啊什么的都还是挺时尚 挺潮流挺洋气的这样子啊 然后我们看这边就是卖衣服的 那这个卖衣服呢 不像说那种一间一间隔起来的那样子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这样 逛起来也比较舒服啊 然后现在的人也不是很多 就是一些泰国人年轻人喜欢来这个商场逛 那我们看见啊这里 商场里大部分都可以用微信啊 什么支付宝这样子的啊 然后这边也是卖衣服的 其实它这个商场并不是很大啊 它的设计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长方形这样子设计 这边倒头然后这样子看上去 这边看起来是挺好看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随便的一家卖衣服的店啊 它也是打打半价 然后这些衣服过来这里的啊 泰国的衣服其实也并不是很好看 就是有点老土的样子啊 然后这个是这么一件衬衫是 原价是1750 然后打半价是990 就是这样的一件衬衫也要200块钱左右 它就是start from嘛 就是最便宜是690 就是120块钱左右这样子 然后里面里面那个1050就200块钱起价 然后这边这种是羊毛商 这个羊毛商看一下多少钱啊 这羊毛商的话是 哎这便宜一点 羊毛商是490株 这一件是100块钱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哦 哎这个挺好看啊 这个模特穿的这件挺好看 这个料摸起来也很舒服 这个多少钱看一看 有价格吗 嗯是一要400块钱400块钱 但是也还ok啊 看起来挺好看的 所以这就是泰国啊比较高档的商场里面这样的衣服的价格 当然这打折的价格原价的话就不便宜 如果说打折的话还是可以买买看的 那我现在来到了第四楼吧 这里又上来一楼 这里的品牌稍微比较大众化一点 比如说这里有这种宽威啊 宽威的鞋子啊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fence年轻人特别喜欢的fence我也很喜欢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啊 然后里面还有鳄鱼啊 这边这里楼上就是比较汇集的这种青年潮流的啊 然后逛起来也比较舒服 因为它这种没有那种很压抑的感觉啊 并不是说你进去的一定要买 像有些商场就是一间一间了 你进去了 那个导购就在你旁边啊 你不买都有压力 哎这个是鲤 在泰国还是很划算的 又是打打半价啊 那我们看这个价格怎么样吧 来泰国这个里还是可以买买看的啊 这个是多少钱呢 是1890 1890 如果说打半价的话就是一千 这条鱼带裤也就两百块钱左右 所以还ok啊 我刚走过来走过来发现 这里有一家比较设计比较潮流的一家店啊 然后我看这件衣服模特身上穿这件衣服还挺好看的啊 然后看一下价格 它现在在打折啊 二七二三就是450块钱左右 也不是说很便宜啊 然后这里面的衣服呢都有在 都有在打折半价什么的 然后它这家店就是比较时尚的 比较年轻的会来 所以这个商场就是泰国的一些年轻人啊 然后一些中厂阶级啊 富奥代啊他们会来逛 因为这些东西呢不是说很便宜的那一种 还是有点品质的 那比如说这件这件衣服的话还是挺好看的啊 看一下多少钱啊 是要5980 5980就是要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件衣服 但是它设计感还是很好的 嗯 这边逛起来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然后这边就是这样的一些包包 然后我现在又上来一层了 这一层不是卖衣服的了 这一层就是卖这种小饰品啊 一些生活杂七杂八像 mini-soul啊 名创优品啊那样子的一些类型啊 我看这家店装修的布置挺好的 所以我就走进来看了看啊 那这家店比那个mini-soul要高级很多啊 而且也挺大的 然后刚刚走到了这边 这边 手机壳这边给大家看这边手机壳 泰国手机壳卖的特别的贵 那比如说 这个 嗯 iPhone的这个苹果手机壳 后面保护壳 要345株是70块钱 它还打折了 它还打折了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个 这个看到没有 这样的一个手机壳 它要1590 也就是要300多人民币 特别的贵 很夸张 哎 这边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手机壳 手机壳 这个iPhone 11的这一个 iPhone 11的这个是要 518株打折原价是600多株 然后再看这个 也是一种3G2 一个商机 大家可以来这边卖这个 哎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电脑包嘛 对吧 电脑那个 iPad啊 或者是超宝本的那种电脑包 你猜到这个价格是多少吗 是290 啊 600块钱 这么一个电脑包 天呐 太贵了 在国内的话 可能就去一个0 60块钱就肯定能搞定了 所以这个价格不菲啊 我们再看这个 iPad这个 有iPad知道吧 这个就是那个保护膜嘛 然后你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吗 1390 1390就是要300块钱左右 Oh my god 这是mini版哦 如果iPad正常版这个大一些的话 就要1990 就是要400块钱 天呐 超级贵的 是不是 有没有 那我又上来一层了 这里呢 就是应该是 卖家居的这种生活起居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那里有香薰啊 然后有椅子啊 这边有几个小哥哥在这里 布置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会长啊 看起来是挺古色古香的 这样的一个 不能说古色古香嘛 还是挺阳气的啊 你看他们这种 摆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挺好看的 但是价格应该不会很便宜 这个价格肯定会很贵 比如说他们挂起来那种东西 价格肯定是不会很便宜的 因为他这里面上是那种高端人群嘛 我我感觉这一层的设计特别的深得我心 特别的特别的舒适 特别的喜欢 没有那种紧刚的压迫啊 就好像在逛自己家一样的 然后这边后面 后面就是摆这种 有点像那种 博物馆的这种掌饰一样的啊 然后上面有个LD的晃灯片 楼上还有一层 我以为这里是最楼上一层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 因为我以前都是在一楼二楼逛逛这样子 楼上还没有来过啊 所以过来还是挺新奇的 就像一个艺术品摆在这里了 它真的像一个艺术品摆在这边 你看啊 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个楼梯 能够上去就不用再坐电梯了 上去的话应该是最顶层了吧 特别的阳气啊 然后这里呢 这里不能走啊 因为上面有这个 沙发椅一样的放在这里 坐电放你 走累了就可以坐在这里休息这样子 这个特别和我们那个大学的图书馆一样 也有这样的一个坐篮 然后就上去了 在这边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下来这一个 这一层的这样的一个全部的布局 就是感觉不是商场 就有点感觉是一个艺术中心嘛 哇走上来感觉 然后这边就能看到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层的这样的整体布局 然后那里有沙发 大家坐在那里休息 然后这边卖的是我现在都看到了 卖的是电器 比如说榨汁机啊 微波炉啊 这些东西 然后这边有什么呢 这边是一些植物 感觉这个商场里的店家有可能也不是为了赚钱啊 他们可能就是一些名流 然后弄了一个店铺在这里 在这里就是打发自己的艺术生活 真的很洋气 像我 哇这个这个灯光也是很好看的 人流是不多 人流真的不多啊很少 本来这个商场人就不多 因为大家都会去百利公Santial World 这边走过来是有点 又要走200米的入城 所以都是汇集的 这个怎么说 我说过嘛 中高端人群在这边逛 如果下次你来泰国曼谷的话 我是很建议过来逛一逛 因为这边的商场实在是太好玩了 你看我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下面的情况 你看 这商场的卫生间也都是非常的干净 特别的香 一点都没有那种味道 然后他这里还放了一个椅子在这里 就是你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 这个意思 还有些商场里面还放了沙发什么的 特别的干净 然后呢都配备这样的一个洗手液 这个洗手液很香 应该是薰荫草的味道什么味道 然后都有免费的纸啊什么的 所以说就是来大部分曼谷商场的卫生间 都是这样子干净整洁的 还有你如果来泰国曼谷的商场逛街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上每个商场几乎都是非常人性化的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个插头嘛 就是有很多在我们休息的地方 在这一片区域它地上就很多的插头 再比如说那边有桌子 桌子下面就有一个插头 就是如果你手机没有电的话呢 都可以充电都是免费的 比如说星巴克啊很多店上 那如果说你不想去店面里 你就想在公共的区域嘛 这里就是公共的区域 商场呢都会提供这些插座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人性化的 好啦那这期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董董大家逛了这个商场 当然是没有全部逛完了 就粗略的逛了一下 如果说下次你自己来曼谷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来逛 去发现更加好玩 更加有意思的东西 董董的视频呢 主要是分享在泰国的工作生活了 董董会持续的更新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